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23章的18节到25节 题目是 主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路加福音23章18节 众人却一起喊说 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这巴拉巴是因为在城里 作乱杀人下在尖里的 彼拉多愿意释放耶稣 就又劝解他们 无奈他们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彼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什么呢 这个人做了什么恶事呢 我并没有查出他做了什么该死的罪来 所以我要折打他 把他释放了 他们大声吹逼彼拉多 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 彼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把他们所求的那个作乱杀人的下在尖里的 释放了 把耶稣交给他们 任凭他们的意思心 我们知道人总有面临无奈的时候 一个人在面临无奈的时候 会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妥协 还是选择坚持初衷 这个在不同的人与人的选择也会不同 在这一天 本丢彼拉多 一个堂堂的罗马巡抚 就面对了他不能顺心的逼迫 迫他做出一个他不想做的选择 没有人在做官之初 就想要当一个不义之人 多数的官在为官之初 都是想得要造福一方 成为一个人人称颂的好官 但是官员当着当着 就因为种种的无奈 许多的妥协 或是想到起了贪乱之心 想要在造福一方之前 先造福造福自家 我想彼拉多也不例外 如今犹太人要逼迫彼拉多去伤害一个 他认为是无辜的人 他是不愿意做的 杀害一个人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 早就听说这个人在犹太百姓中 是颇受欢迎的 能够医病且能行神迹 况且他的夫人在昨晚 即在梦中梦见到 如果伤害这个义人 他们将要受许多苦 括号马太福音27章19节 当然女人懂个什么 但是女人的直觉可是很准的 比拉多心里这样想 他还向犹太百姓提议 因为今天是逾越节之前 照例他可以为犹太百姓 释放一个犯人 要不然就将这个 没有做过什么错事的耶稣 给释放了好了 括号在马太福音中 清楚地记载这个提议 但是反而是犹太人的百姓 在疯狂地反对这个提议 他们宁可比拉多释放另外一个 作恶多端的杀了人的囚犯 巴拿巴 将名额用掉 这样如果比拉多释放了巴拿巴 他就不能再释放耶稣了 这些自诩是神的百姓 有律法的以色列的百姓 宁可将神的义扭曲到这样的地步 也要除掉耶稣 比拉多身为地方官员 当然不愿意释放一个 会反抗作乱的巴拿巴出去 他是想要释放耶稣的 但是以色列的百姓 却逼迫他 在约翰福音中记载到 他们提到了 以色列的王 并说出 他们自己说 没有王 他们的王只有该撒 这句话触碰到 比拉多的软处 身为巡抚 他不能不对 可能会称王 反对罗马帝国的耶稣 不做出处置 对于有些罪行 帝国是采取 宁可错杀 也不可放过的策略 所以可以说是在无奈之中 作为罗马巡抚的比拉多 就将这件事定了案 释放巴拿巴 而将耶稣如百姓所求的 要定十字架 在马太福音中 还记载了 比拉多在众人面前 拿水洗手 但是没有用 在官方文件中 在历史中 在百姓的心目中 都存留着 耶稣是在 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且被定十字架 倘若比拉多 是为意坚持初衷 他是罗马驻派 在当地的巡抚 手底下握有重兵 犹太人就算是喧闹 不服 也是拿他无可奈何的 但是比拉多 却选择用一个 方便的出路 是的 他定案处使耶稣 是为了他自己的方便 犹太人不再闹了 他也不用再管了 是很方便 可是一个无罪的人 却因此而死了 不论那个要死掉的人 是不是耶稣 这就成为主事者的不义了 不要以为拿水洗洗手 就可以将自己的罪除掉 这样的事 神会永远纪念 你自己也无法忘记 传说中 本丢比拉多到了晚年 精神失常 常常跑出去 跪在雪地里 用雪搓洗双手 口中喊着 有血啊 有血啊 这就是他的下场 愿神怜悯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会 为意坚持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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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